阿塞發表聲明,歡迎海牙國際仲裁法院作出的裁決 我們的 experts are studying the award, with the care and thoroughness that this significant arbitral outcome deserves. In the meantime, we call on those concerned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sobriety. The Philippines strongly affirms its respect for this milestone decision 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ngoing efforts in addressing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聯合國屬下的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星期二的裁決認為中國的九段線主張非法無效, 中國的歷史權益講法不成立,藍礁不構成專屬經濟區, 中國侵犯菲律賓專屬經濟區,中國造島活動損害海洋環境, 中國的行動不利於解決爭端。 中國政府對仲裁法院的南中國可以裁決作出回應再之強調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 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在報導有關消息時, 只是由新聞報導員宣讀中國政府的聲明, 說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7月12日作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判決, 對此中方已多次聲明, 菲律賓共和國阿基洛三世政府單方面提出仲裁違背國際法, 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中國不接受不承認。 另一方面,裁決結果公布之前, 幾百名菲律賓愚民同權益活動人士在馬尼拉集會。 菲律賓新愛國聯盟秘書長雷耶斯說, 我們承認不恐怕就能被中國作出唯罪, 沒有管轄權的CEO釋放在美国的法定案上的法律令。 問題非常清楚, 中國必須在付法律規格, 特別在環環境尺審, 提供多種鬥分的解決途徑 美國之鎮電視報導